美食祭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丁熙 今天我们要 一起来聊一聊 三个与吃有关的 发明项目 刀削面是非常受欢迎的美食了 不但味美 还好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很多的餐馆 削面已经成为了 一个表演项目了 不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自己会削面 肯定知道 这削面其实特别辛苦 那一大块面团很重的 光是扛着就特别累 更别说一刀一刀的来削了 那么今天我们第一个发明项目 就是一台削面的机器 它有什么样的神奇之处呢 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发明人李金领 发明项目 链式刀削面机 李金领是一名电焊工 现在在郑州打工 几年前 小李在一家饭店帮厨的时候 就有了发明一台削面机器的想法 小李的性格比较内向 甚至有些腼腆 但同时 他也是一个非常执拗的人 一旦有了想法 就一定要努力实现 虽然学历不高 但他一直喜欢学习钻研 每天繁重地工作结束后 利用别人吃饭聊天的时间 他一个人留在车间里 研究他的发明 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 终于发明出了一台削面机 这天 记者打听到了 小李老家的村子 来看看这台机器 你好 是李金领 你好 我是那个 我还发明的编导 你好 你有一个那个 什么那个 做削面的那个机器是吗 对对 我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 带我看看行吗 在屋里面 刚从城里打工回来的小李 从厨房里拖出来他的发明 小李的父亲也赶紧跑过来帮忙 小李抬出来的这台机器 确实让记者有点出乎意料 他的造型很奇特 难以想象怎样用它消灭 小李把机器外壳拆掉 让记者能看得更清楚 小李告诉记者 这是他省吃俭用 把工资攒下来做成的机器 这时记者心中依然存有疑惑 虽然小李一家人都爱吃面 但当地都更爱吃手擀面 小李的这台机器真的能消出像样的面条吗 那看出来了是两个链条带着它 两链条 这就像那个自行车的那个齿轮带着那个链子转一样 这个面盘可以生 这个面条是固定的 可以固定的 就是板往上走一下 这个转一圈 板再往上走一下 这个再转一圈 是这样吗 对 李金领发明的链式刀削面机 包括安装在机架上的回转式削面机构 以及用于放置面团的升降平台 回转式削面机构上设有若干刀杆 刀杆上固定有削面刀 而刀杆的两端分别固定在机架两侧的闭合回转链条上 当升降平台升到一定高度 面与刀片接触 两根链条带动刀片进行旋转削面 随着面板的不断升高 刀片循环旋转 将面削完 小李告诉记者 可以通过调节面板升降的高度 控制面的薄厚 如果面升的高就削的厚 升的低就削的薄 那这个还是真是挺好的 我觉得挺快的呀 我这个就是要超越这个机析的刀片面 小李深信 他的机器肯定远超人工 听说小李新发明的削面机要和人工比试 村里的大喇叭一大早就向乡亲们通知了 通知的时间还没到村民们就从四面八方赶到了村委会大院 小院子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小院子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大爷大妈带着孩子的父女 周末休息的小学生们都赶来凑热闹 大家支起了桌子凳子 摆好了削面的工具 几位相亲帮忙把削面机从礼物搬了出来 大家一下子围了过来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见这么一台机器 都非常好奇 纷纷议论这机器到底是怎么消灭的 你觉得这个机器能盯几个人 我一楼都要铺好几个人 好几个人 要盯自来的 要盯六七个人 大家把机器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我刚才问了一下 但我觉得你这个机器能顶五六个人 能顶得了吗 他说能顶五六个人 咱给他找七个人 对于跟机器的比赛 乡亲们都很踊跃 一下子就组建起了七个人的队伍 但是小李心里却很没底 村民们站到了各自支持的人背后 虽然人工队有七个人 但这奇特的机器却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 乡亲们帮忙把事先准备好的面 分成均匀的两份 分别让人工和机器对销 人工队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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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人多力量大 人工队迅速就将面 分成了七份 七个人同时开始揉面 马上就开始消面了 而机器队光是将面揉成能放进面槽的形状 就花费了不少时间 你看人家那都销上了 你这还整理呢 赶快的吧 把这个盆盖上点面 这边还没开始 那边人工队已经销了不少面了 速度虽然已经超前了 但是质量却不太过关 机器终于开始运转了 可不到十秒钟就出了状况 本来开始的时间 就比人工晚了很多 现在机器又突然停了 面对现场的乡亲们 小李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他急忙调整面的形状 一会儿功夫 已经是满头大汗 修好的机器还算给力 虽然落后了很多 但是消灭刀一旦飞速旋转起来 一层层消灭的速度 眼看着就赶上了人工队 一看到这阵势 本来有些懈怠的人工队 也不敢轻敌了 大家都开始发力 加快速度消灭 围观的老乡们也觉得 消灭机非常有意思 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奇特的机器 果然刚刚赶上人工队的机器 第二次停机了 给悬着新的小李 又一个沉重打击 原来小李怕忙不过来 让饭店帮忙用机器活的面 面活得太软 也没有醒面 导致面团既没有硬度 也没粘性 贴不住机器的面板 所以在销的过程中 总是挤成一团 掐住刀片 可是现在再揉 也来不及了 人工队眼看着 已经销完了一大半 机器半天都无法运转 大家都特别着急 机器频繁出故障 这次在这么多父老乡亲面前 出了岔子 让小李觉得很难堪 这时老乡们都赶紧围了上来 并没有看笑话 而是又出主意又是帮忙 给了小李很大的支持 一度想放弃比赛的小李 终于又一次坚持了下来 在大家的帮助下 把面塞得更满一些 保证它不会乱动 同时不停地调整面的形状 好不容易保证了机器的运转 好了好了好了 面条削下来堆成了小杉 似乎又有了 赶上人工队的势头 人工队也毫不示弱 要保持自己的领先优势 七个人飞快地肖战 这时候裁判宣布时间到 谁赢了 你们这边先玩的是吧 基本上差不多 基本上都同时 同时玩的 同时玩的 咱这边分不出胜负来了 看质量 来来来来来 双方队伍把自己的面 放在大盆里 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看看到底哪边的质量好 哪个好你们觉得 第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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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裁判宣布吧 裁判宣布吧 大家都看了 这个质量全身的积极好 积极穿得好 大家都认可 发明人李精灵 发明的链式刀削面机 从制作速度上 可以代替五到六个人 那么经过刀片形状 和距离的不断改进 机器削出的面条 和人工削出的面条 在形状和口感上 可以达到一致 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烧烤 三五好友 相约在一起 吃着烧烤喝着啤酒 那是非常惬意 尽管烧烤类的食物 味道很可口很诱人 但是很多朋友会担心 影响身体健康和空气质量 那么会让人在美食和健康中 就陷入两难了 那么有没有一种好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 既享受到的美味 同时又能解决 健康和环保的问题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跟随记者的脚步 我们找到了许多 烧烤摊位 这里遍布着五花八门的 烧烤美食 不少食客吃得不亦乐乎 我们的记者随机采访了 几位食客 路边烧烤成为人们夜宵的首选 碳烤的美味的确十分诱人 而对于碳烤的健康问题 人们却很少考虑 甚至有时为了美味 选择忽视碳烤的危害 记者带我们来到一个烤烤摊位 您这是在烤什么呢 我这烤油串呢 烤鸡皮 肉串鸡皮是吧 烤箱啊这个 就是传统讨法 都是这样是 大伙都爱吃 都爱吃是吗 您这生意怎么样啊 生意特别好 您干这个多少年了 我现在干十五六年了 那您这等一会儿 今天来工作老师傅了 哎呀什么老 就是时间长了 胡师傅是这里出了名的 烤串高手 一到傍晚 生意就非常火爆 爱吃烤烤的人 都会来捧他的场 这玩意就是个熟练 大伙谁懂 那一会儿 我来试试行吗 行行行 那你来看看 我再给你拿点信 看着胡师傅烤得这么好 我们的记者 也准备小试牛刀 在胡师傅的指导架 开始了烤烤体验 好嘞 加油了 加油了 我心中的鸡 那我觉得烟啊 有点心眼 没想到 这烤串还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仅烟熏火燎 呛得记者直流眼泪 甚至还险些起了火 哎呀我的串啊 头一回就糊了 记者再一次 在胡师傅的帮助下 完成了烤串的任务 通过体验 记者认为 这烤串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需要忍受在炉前的高温 还要忍受刺鼻的烟味 这两样对健康而言 都有很大的危害 我就觉得咱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现在目前没有 以前我有个风扇 把我咽臭别人去 别人不干 现在就应该呛自己的 没有照片 直到对身体有害 这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行那这样吧 我回去我也上网给您查一查 搜一搜 要有合适的好的机器 然后我给您打电话 多了 记者在网上寻觅了一番 终于发现了一家 做环保烧烤机的厂房 并决定明天一大早 就去这家厂房 一探究竟 会是这个小药吗 有人吗 有人出来 我是我爱发明栏目的记者 发明人孙刚 发明项目无烟烧烤机 孙刚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经营着一家小餐馆 四年前 当他知道长期食用烧烤食物 对健康不利时 他下定决心 要研发一台健康的烧烤机 这四年 他把小餐馆丢给妻子打理 自己专心钻研 为此 他的妻子 不知道和他吵了多少次架 但孙刚依然没有放弃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这四年的努力 他研发的第一台无烟烧烤机 问世了 发明人孙刚发明的烧烤机 颅体内设有水槽 添加了捕风装置 将探盆架上的风盒 分出两个风道 一个通过探盆 另一个直接指向颅口另一侧 使热量均匀地分布在炉体内 炉口上方加装了盖子 做到烧烤快速高效 健康卫生 那咱们就试一试吧 然后我呢也计个时 看你这回大约得用多长时间 孙刚将肉串摆好 刷油盖上盖子 就可以安心等待了 好 那咱们计时开始 好 现在基本也差不多了 这会儿啊 看一分钟钟 你看 有还真差不多了 这个还挺快的 现在是一分四秒 好 那我尝一下熟没熟 热啊 我尝一下 牵着热 还挺轻巧的 这个口感我觉得也挺嫩的 但是你这个挺快的 这个速度是特殊快的 把它烤出来的嘛 东西比以前还嫩 那我看你这个盖子功劳 还是挺大的 就在一分多钟 一分四秒 我还想找那个胡师傅 比自己 因为他的烧烤 这个我们的地区烧烤 他挺有名气 他要用上来看好 我的烧烤楼吧 一般的都差不多 因为我也想把这个烧烤楼 推广出去 咱就接去找他吧 咱们就把炉子拿去接找他吧 是 第二天一早 孙刚就迫不及待地 向胡师傅发起了挑战 双方约定 三天后 在一个宽敞人多的广场上 进行最后的对决 实力派的胡师傅 自信满满 而孙刚面对强大的对手 也不甘示弱 为了能够成功挑战胡师傅 他决定将自己的机器 进行改进 把炉体加长 可以烧烤更多的食物 这天 双方都提早来到广场 做赛前准备 并邀请了许多围观群众 参与试吃和评价 丰富的食材 可以让试吃者大饱口福 也更加能够考验双方的实力 终极对决究竟花落谁家呢 比赛一开始 双方马上开始行动 孙刚这边有条不紊的 将肉串摆放在烤炉上 种类繁多的肉串 整齐排列在烤炉上 让人食欲大增 而胡师傅这边 却不那么顺利 这现在 手忙脚乱 你我现在 我现在 我现在 现在那火要脚忘 你也太慢了 你看人家那种烤炉 马上就 就豆白上 你这手忙脚乱 我建议要打败他 由于太过着急 胡师傅把火烧得太旺 而这次烤串的数量较多 这让胡师傅 有些忙不过来 看着胡师傅 手忙脚乱的状态 孙刚那边 笑开了花 此时 现场的局面 十分壮观 胡师傅这边 烟熏火了的 被冒出的浓烟熏的 眼睛都睁不开了 而孙刚这边 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不紧不慢地 烧烤着各种美食 烤好了是吧 烤好了 还挺快的 大家拿出来吧 都好了 这个 胡师傅见孙刚 已经烤出第一波肉串 心里有些着急 但是为了保证口味 还是有条不紊的 烧烤着食物 到底水烤出的肉串 能在口味上 赢得大家的认可呢 我们完事 结束了是吗 咱们那边 结束了 全部都烤完了是吗 全部烤完了 胡师傅 你看人家这边都烤完了 我这还有点 也没缺多少 也快了是吗 也快了 好 加油啊 你这速度上 你这输了啊 虽然速度比孙刚慢了一点 但胡师傅并不担心 真正的赢家 要等大家品尝后 才能见分晓 那咱们那个胡师傅这边 都烤好了是吧 行 那速度上 还是人家这个孙阳这边 比您快了 快点 我先 看好事吧 看到谁的好事 看到谁的好事 对对对 快不早呢 好 那我今天 我准备了这两盘子 咱们这边是贴这个粉纸条的 这边是贴这个蓝纸条的 然后咱们就分别 把这个粉纸条 给咱们那个孙阳这边 给您那边 然后这个蓝纸条 给咱们胡师傅这边 咱们把自己的串分一分 咱们这一共是 二 三 四 五 六桌 咱们分一分给大家 好不好 让大家都尝一尝 好嘞 每个桌上 分别有一盘胡师傅的肉串 和一盘孙刚的肉串 让试吃者依次品尝 俗话说 众口难调 面对如此庞大的试吃团队 两位参赛者能得到 他们的认可吗 那您到时候选的话 您觉得 您喜欢的那个粉盘子 还是选的盘盘子 我还是比较爱吃粉盘子 有一点生 有一点糊 有一点糊 对口感不好 非常好 您是觉得这个粉盘也有点好 对对对 而且看着颜色 这个也比较特别好 这个有焦的地方 这个是传统的味道 您的味道怎么样 也可以 也挺好的 我们平时吃这种 吃熟话的 记者随机采访的几个试吃者 有人喜欢传统的味道 有人喜欢新鲜的做法 所有试吃者都吃得不亦乐乎 看来孙刚和胡师傅的支持率 不相上下 现在大家都已经品尝完毕了 那么大家给他一个评价好不好 好 然后我现在在后面有这么一块白板 然后咱们这边是咱们那个新银上 这边是咱们那个胡师傅 然后我手上有这个对立贴 一会儿呢 大家排好队 一个一个来 然后把您觉得 这两边呢 一个比较好吃的 你要拿一个对立贴 然后提到他这边来 好不好 好 咱们排好队 大家一个一个来 好不好 之前孙刚和胡师傅 你一票我一票支持率都很高 那么最终的票数 究竟谁会略胜一筹呢 到底谁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呢 现在这个投票都结束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这个分数是多少 现在咱们这个目测也看不太出来 我现在一个一个数一数好不好 好 咱们这边是森业要先开始 好不好 就是一票 两票 23 24 25 26 27 28 胡师傅 啊 孙师傅这边现在是28票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那个 胡师傅这边是票数是多少 1 14 好 这是最后一票了啊 18 好 咱们那个胡师傅这边是18票 这边送了爷的 好 现在咱们那个孙业这边是28票 胡师傅这边就是18票 咱们都有不公佛 现在咱们那个孙业上就有一个10票 养了咱们胡师傅 怎么样胡说您那个院主胡书吗 我这戏头吵 这戏头吵 吵我吧 戏头了是吧 嗯 怎么样 觉得人类基地还是可以吧 还可以 还可以是吧 我看您那个今天也就很着急 要这样的话 咱们可以讲话 发病人孙刚的确花费了不少心血 在这里我们也祝福他成功 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面条 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都特别爱吃面条 我们中国人对面条有一种特殊的偏爱 这尤其是在生日宴席上 肯定少不了一碗长寿面 那么在各种面条当中 我最常吃的就是挂面了 因为挂面煮起来非常简单方便 适合我这样的懒人 那么说到这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 接下来的发明项目就是一台挂面的机器 那么究竟挂面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我们的发明又有着怎样神奇的功效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面条中国最常见的主食之一 虽然自古便有着北方面食南方米饭的说法 但对于这种既能果腹 又能容纳万千滋味的美食 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 都少不了它的身影 同时由于面条长而瘦的外形 让讨口才的中国人自然将它和长寿的寓意 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更是生日演习上少不了的主角 在众多形态迥异粗细不同的面条中 挂面是最考验制作者技巧和耐心的 虽然看似简单 但制作起来却极为复杂 这不为了亲身体验挂面的制作 记者来到了有着挂面之香美誉的山东省林青市 据说这里人人都是做挂面的高手 您好 您这是什么工序这是 这是 在这画红里面开挑 开挑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块蒸脸吧 四刀 拉底一跳 它逐渐地把它变斜 是手工 这么做 行 笑 笑 笑 第一次体验制作挂面 我们的记者感到既新鲜又有趣 可老乡却告诉我们 这是个不折不扣的辛苦活 不仅需要技术还要有耐心 因为要制作挂面 必须投添和面揉面醒面 真正开始后还要经过搓面和盘条 才能够让面基本成型 这也是其中最费人工和时间的工序 所谓搓条和盘面就是将开好的粗面条 经过多次的揉搓 变成极细的面条 同时将其盘好放在盆中 以便进行醒面的工序 这两道工艺每隔几十年的功力 是很难掌握精髓的 而这一步恰恰关系到挂面最终的外形和口感 这不记者忙活了大半天 劳动成果都没有得到两位老乡的认可 这还不算完 为了保证口感 忙了一天的师傅们 还要马不停蹄地进行上签 开面 挂面等多个步骤 直到晒干后才算大功告成 整个过程需要十几道的制作工序不说 要连续几天才能完成 品尝着自己参与制作的挂面 记者也有种说不出的喜悦 但同时他也提出一直憋在心里的问题 叔叔 我问你一下 就是说这个没有这么一种机器 就是能代替这个手工操作吗 因为我看您手工操作非常的辛苦 这工区还非常多 大直的正在做 您在哪儿看 早就怎么样 就是您大直的就做这个机器是吧 我掺脚上做 行 那我一会儿回去看看去 好吧 那我把这碗面先吃了 好吧 谢谢您 我这还真要热了 嗯 发明人宁国君 发明项目自动挂面搓条机 眼前这位大哥叫宁国君 他就是老乡口中的大侄子 地地道道的农家汉 在这个挂面之乡 他属于一个另类 大家都在做挂面 他却经营着自己的养殖场 可谁知好景不长 一场禽流感却让他的养殖场毁于一旦 事业失败的宁国君并没有气馁 他决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重新找到出路 很快他把目光投在了挂面制作上 这个在家乡口传新受了数百年的手艺活 能不能用机器代替呢 经过几年的潜心钻研 他还真就鼓道出了一台制作挂面的机器来 按照老乡的指引 记者来到了宁国君的家 您好 您好 请您是那个您是中文吗 是的 是的 您好 我是那个挂发明栏目的 您好 您好 听说您是搞了一个这个灌面机是吧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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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您姑姑说的 对 这就是对 要是带替这个灵工脱条的 这可以可以 我去托一下 好像是转一遍是吧 对对 他这个从这里提过来 提过来 他将它卡住 从这个板上拿过来 哦 基本上将用这个手 拿出这个面图 那条可以运软了 这是脱条 哦 再开第二个面图 哦 哦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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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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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盆的需要多少时间啊 基本上这一盆分量的话 十来斤的话就是十分钟吧 宁国军发明的挂面搓条机 主要是由搓板装置和传动装置 do 两部分组成 搓板装置在偏心轮的带动下 形成左右往复运动 模拟人手对较粗的面条进行揉搓 而传动机构则带动面条向前移动 最终由人工盘放在托盘中 通过两个机构的相互配合 原本需要两个人工完成的搓面盘条工作 现在一个人工即可完成 哎呦 上现在的这个俗戏了哈 看看这个近不近的 你看还行哈 挺有内陆的 对对挺近的的感觉 对对对 要不然那咱找您姑姑去 可以可以 然后让她看看 姑姑 你好 你看一下我这个是用机子搓的条子怎么样 这是用机子搓的 是用 可以吧 是可以 还别说 宁国军机器做出来的面 一上来就得到姑姑 这个老手艺人的认可 甚至觉得比人工搓的还要好 这让宁国军相当得意 可挑剔的姑姑 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上签是挂面制作中极为重要的步骤 只有经过这一步 才能做出我们熟悉的挂面 但是它要求揉搓后的面条 必须相当劲道 否则在强烈的拉伸过程中 面条很容易发生断裂 这样之前的努力便会前功尽弃 因此 只有过了这一关 才能证明机器做出来的面条 合乎标准 带着这个疑问 记者和发明人 一起来到了一家挂面厂 准备用上签机做一次验证 来 试试 行了 行了 又断了 断了 断了 又断了 这还行啊 又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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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宁国军没有想到的是 看起来很尽道的面条 一上机器就出现断裂的问题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它那个搓口才压两遍 它们上前的最后十几搓过了 它时间最长 它整法随便了 按照姑父的说法 宁国军这次的问题 就出在没有完成醒面的过程 省面 就是让揉过的面粉充分吸饱水 让水分子在面团中的分布更均匀 同时 让面团在经过揉捏摔打之后 能放松下来 这样才能使面团具有更强的可塑性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尖道 因此这是挂面能否成型和好吃的关键 而宁国军连续两次的搓面过程 使得面团没有足够的时间吸饱水分 因此造成韧性不足 所以才出现了断裂的问题 搓一次面条不够细 搓两次又存在醒面不足的问题 这到底怎么解决呢 这时坚定的信念 成了他继续前进的动力 他觉得这不仅是为了证明自己 也是为了这个家 好在新的改进思路 在他脑子里越来越清晰 他决定在醒面时间的掌握上下功夫 很快他就交出了自己满意的答卷 您这是干嘛呢这个 我这边和这个机子和挺 现在这一套出去就是连搓架盘 这是连搓带盘 连搓带盘 只用两个人的人工 拿回口落到船子 船子 运到那边 运过去 运到这边 以后这个时间了 只能有个面就醒好了 第二次 那这还需要个人呗 这里不需要 不需要人是吧 那怎么上去呢这边 直接过来面头以后直接提过去 这就是提一次 对对 然后后面就不割了 后面就不割了 后面他不断头的效应就不用管了 他只要不断就没事是吧 然后直接就是还是进口上 当然再搓一遍 再搓一遍 然后下来 然后落完照就能上签子了 对 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 明白了 宁国勋研发的挂面搓条机 主要是由两台搓条机 和一条传送带组成 当开好的搓条 经过第一台搓条机揉搓后 通过传送带 将面条送到第二台搓条机 再次完成搓条工序 同时 面条利用传送的时间 完成醒面的工序 这样既保证的面条搓得更细 而且也保证的面条 有足够的醒面时间 带着搓好的面条 记者和宁国军 再次来到了上签车间 这一次还会出现断条的现象吗 这个不断了吗 这个不断了 这么选的 这位好 这位行 这比那些好多了 是吧 有点工序挺纯纯 对 这回你顾不看见了 估计应该给你收大门歌了 是吧 是吧 看着就高兴了 对 看着就高兴了 要不咱们拿着这就 咱打出去 行吗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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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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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那就没问题 那就行 胡說 没事 你看这回怎么要 我俩呢 看见了 你看我这回这烫的怎么样 是吧 行 也可以 那咱们比试比试 逼避 不能再比试要 行 你就是多找几个了 避避的会不怕你 那你就成交好了 我用机子 你用零工的话 你就找八个零吧 可以说 他避是避 你得避数量 这就是把你的赶事 把你的手机给了数量 可以可以 咱们再避数量 虽然姑父被宁国军的毅力所打动 但是他也发出了最后通牒 如果再不成 就让他干脆放弃搞发明 宁国军这次也豁出去了 要他再找八个人 来和自己的机器较量一下 如果他输了 就再也不搞挂面的机器了 没一会儿姑父 姑父就在村里找到了几个帮手 看来他贴了心 要拿下这场比赛 几个人熊啾啾气昂昂地 来见宁国军 来来姑父 这回我带八个零来 你逼一逼 可以可以 你领八个人呢这回 八个人 可以可以 这八个全是高手 都是合手高手 有没有压力您这儿 有压力压力很不小的 但是我得给你比拾比拾 是吧 你数了不行 那行吧 咱们找个地儿吧 行 找个地儿 我们比拾比拾 行吧 为了方便施展拳脚 我们把比赛场地 选在了村里的一片开阔地 对于赢得比赛 姑父信心十足 你觉得您能赢什么 能赢 我叫能赢 能赢是吧 你觉得他差点不行呗 把个八个人还赢过他 这孩子老赶着不好 这回就要套上 套上我厉害 看来您能厉害是吧 一切准备就绪 比赛一触即发 看谁搓得好 看谁搓得快 搓完之后 咱们上签子 然后晾一晾 都能煮一下 看看哪边弄得好吃 行 行不行 行 有没有信息 有 有是吧 您呢 可以是吧 行 那准备啊 我进去先了啊 开始 随着记者的发令 比赛正式开始 这一次 由于人数上的优势 人工队的速度 明显提升了不少 这让您国军 多少有些紧张了 您现在已经第二盒了是吧 第二盒了 第一盒你完了第一盒 那他用了五分钟啊 很快的 那我看看人工里边的啊 师傅 完几盒了 我 然后就盖着了 盖着 现在这个粗肉有多少了 一半多了 一半了 一半了 是一盒的一半吗 一分一半 估计能脱了 有几斤了 两斤有吗 二斤半嘛 二斤半了一斤是吧 那还行啊 现在就五分钟了啊 机器齿轮飞速转动 穿过机器的粗面 瞬间变得纤细了许多 第一次搓好的面 被传到传送带上 进行醒面 再到第二台搓面机 继续揉搓 很快 宁国军就赶上了进度 一边就买一盘啊 这一公分 一啊 两啊 正三个是吧 那还有一盘是吧 那盘 那挺快的啊 那再跪十分钟 啊 真挺快的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 刚开始还马力十足的人工队 这个时候却似乎慢了下来 这一张围观的乡亲们 为他们捏着一把汗 眼看着人工队的师傅们 奋力追赶进度的时候 记者却叫停了比赛 我看 我看这蛮事了啊 好了好了 最后一段了 对 对 对 成功了 完事 完事 走 那把鸡停了吧 好 都停了 这工队 我们这儿完了 那这一盘是吧 还没完事呢他们 咱看他们这什么情况了 来 宁国师傅 看一下 还多了啊 你们这儿 也完事了啊 还有半泥吧 我还差不多没有了 还有一块口了啊 还有一点了 还有一点了 还有一点 你们那边呢 还有一点了 它这儿完了 那把这放上来 把它那个 现在盔打 对 看看那个 这位您看看他这个 这会怎么尘力还到没有 这个不当 这会啊 是吧 这个不谌吧 您们也看看摸摸 什么着呢 摸摸 那些很好 没elin interestingly 帮攑点 挺 convinced crimes 还匀 是吧 那就这么着吧 咱们把您这一盆手工的 您这一盆手工的 它这一盆是机器的 然后咱都上签试试 看看还断不断 要是不断的话 然后晒干了 然后咱煮一煮 行行行 看看谁的好吃 行 好吧 走 走 走 闭闭吧 再次来到上签车间 我们同时把两队的成果 都用上签机来进行检验 我再放西边 您再放西边 它再放东边是吧 行 盘进去试试看看 不过您得看看 看看它还断不断 先把这枝上的 这边我来帮助 好 那您开始吧 我看到还断不断 您那边这个 好 看行 你觉得难过吗 看那个 它怎么晕 晕是吧 对 你这个呢 您这也行 而这一次 宁国军机器搓出来的面条 并没有出现之前断条的问题 这让他紧张的心放松了不少 为了真正检验 机器搓出的面条 是否符合要求 我没有按照手工制面的工序 把机器做出来的面 分签 行好 并拿到户外进行开面和挂面 在传统手法的不断撑拉下 宁国军的面条依然完好无损 犹如一条条银线 在阳光下闪耀 姑姑 还有那个 您先生 咱现在这有两盘这个挂面 都是咱们之间弄好的 然后那后边 现在就好几个折 咱们先不告诉他 哪边就是哪个是您做的 然后哪个是 然后是姑姑做的 好不好 可以 然后咱煮一下 然后一会让他们菜一下 行 好不好 行 好吧 来 煮吧 一天之后 我们把晾好的两种挂面 带到了一户农家 准备把它们煮好 并让老乡们品尝一下 看看 究竟是机器做出的美味 还是手工做出的鲜香 好嘞 好嘞 行 咱这样 这个咱俏俏的 这边是您手工作 这个是手工作 对 这是手工作 这是机器的 让他们烫上去 他们不知道 咱也别说 让他们不会这么说 让他们猜 行 走吧 找他们 慢点慢点 拿着筷子 就给他们筷子 来 朋友们 尝尝 尝尝的面熟了 尝尝的面 来 你尝尝 现在这两边 有一板是机器做的 然后有一板是人工做的 看你们能不能猜出来 好不好 行 行 那你先尝 不是 一个一个来 对 一个一个来 对 一个一个来 对 尝尝一个一个来 您觉得哪个是机器做的 一样 汤不是的 一样是吗 一样 就是您觉得味一样 没什么区别 没有没有没有 都一样好吃是吧 一样好吃 来 那您尝尝 尝尝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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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一样 感觉如何 尝不出笋咒的 尝不出来 尝不出来 一昂 一昂 您尝尝它这个 给我做弄手骨的一昂 一样一样是吧 没什么学是吧 一样味 那你现在你觉得 这个 它的机器怎么样 撑了 撑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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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发明的挂面搓条机 将手工制作挂面 过程中需要完成 搓面和盘条的工作 利用机器的搓板装置 和盘条装置等 机械部件来代替 大大降低了 农户的劳动强度 好了 以上就是 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关注 外发明的官方网站 和新浪微博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节目再见 小小烧饼不易做 制饼烤饼工序多 古兴老人现于热 发明机器 把饼做 钢铁机器刺桥手 动作精准 无差错 面团变饼转出锅 美味烧饼 盆中落 香酥可口 人人赞 外焦里嫩 好汤诺 敬请收看外发明 烧饼 转出来